大家好 说了这么多的关于相声圈的事 那么今天聊一聊什么 聊一聊相声圈所谓的主流圈的那些不足 怎么说 其实个体有个体的难 所谓体制内有体制内的苦 大家以为体制内的人都是每天喝着茶水 看着报纸 没事扯扯皮 然后像模像样的 往上面浇点这个材料 或者是几段老活 糊弄糊弄事就过去了 这是我们对于体制内相声演员 最根本性的一个认识 但是至于相声演员 他们真正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可能对于体制内的一些公务员 我们对他们更了解一些 因为我们时常 日常办事的时候 都是要跟这群人打交道 而且效率慢 服务态度差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 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都对这种群体 都抱于一种很是愤怒 但是你又不敢得罪他的这么一种心情 你看着他还得陪笑脸 然后他还慢慢吞吞 拿着关架的打着关枪 那一种一指弃昂的那种状态 我们特别反感 但是对于所谓的主流相声演员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一个工作状态 自然而然就分出主流和非主流以后 我们就自然而然把这个主流与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的这些领导挂上钩了 即使他是所谓主流派相声演员 他就是一个小演员 那么他拿着端着公家的饭碗 这么一个拿工资的 我们也会把他想当然的认定成了一个什么 这个领导比较官僚 这是我们一个刻板的印象 但是真正他们的一个实际情况 是你知道啊 还是我知道啊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这种印象 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就是这么联想出来的 再加上我们舆论上 包括一些博主 还有一些相声演员 拿着所谓的主流的相声演员杂卦 那这个就会引起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共鸣 自然而然就认为 他们就是我们印象中 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只要一听到主流相声演员 火蹭一下就上来 恨不得 我这 一个字是什么 骂 我肯定要骂他 我们平时看不到你们的相声 过年过节还像模像样的 还出来来教育我们 那么真正我们在看一段相声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从前这么多年 从83年一直到今年 这是23年 这是多少年了 40年了 我们现在才幡然醒悟 突然发觉 原来这40年来的相声啊 全部都是在教育我们呐 凭什么 我们听个相声 想笑一笑 乐一乐 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让你们教育了我们40多年 太可恨了 是吧 我相信这个心里 我们都是有一种同理心吗 我们看到很多自媒体上 他们宣传的就是这样啊 原来在没有德云社之前 我们听个相声都被他们教育着 我们何其哀哉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感觉一种什么状态 尤其是这次非一相声大会 有亮点 也有我们一些吐槽的事情 吐槽的呢 就是老段子 老作品 太多 新作品 太少 这是这次非一大会 遭吐槽最多的一个槽点 可是我们现在 要拿这一个问题 来说事的话 我认为也是有点 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观点观念 已经被洗成了一个什么 主流就是糊涂事嘛 那么我们现在 他们每天都在干嘛呀 这是我们内心当中最纠结的 所以说我们很多粉丝朋友 骂的最多的也是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你们成天在干嘛 哪怕像德云社一样 你把你们的片花 小段 你上传到视频上 让我们看一看 不要让我们感觉你们很神秘 你们关起门来 那个叫闭门造车 你们什么都没有 就过年过节出来教育我们一顿 那老百姓能没有怨言吗 所以说我们回头再考虑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说这些所谓的主流相声演员 你们有什么难度 首先他们是体制内的 各个单位像什么铁路文工团 包括像什么煤矿文工团 你们的新作品 包括你们工作状态 是什么样的 告诉我们老百姓一下 你们不是证明一下 你们不是天天坐着 在那喝茶水看报纸 跟着扯闲片 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走出你们的这个单位 面向到社会上来 多多的宣传一下 让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事 那么在这里 我也要提个醒 是什么 如果走到这个线下舞台上来 那么肯定是要付费的 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钢丝 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会不会去走进去去听 我会 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人 他们肯定说 我绝对不去 他们不会说相声 还是在教育我们 那么这群人 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只是想给 这个我们所谓的主流相声演员 要考虑一下 你们应该怎么走出来 解除这个歌的 解除这个误会 这是主流相声演员 目前应该重点考虑的 还有就是体制内这块 是否应该有一些改革 这个改革可以说是 我听到一位主播老师 曾经讲过 我认为是挺好的一个主意 是吧 工资单位发一半 你线下这门一半 当然这是有点扯 但是这就是我想让我们大家 就是感觉就是 这主流相声演员有点弄其不争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说话 让很多的博主 当然了 德云社郭老师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这些话 都是我们很多自媒体人 包括我们粉丝的这些反应 那么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呼声 老百姓的不解 我认为 体制内的有关这个领导 应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关切 进行一个回复 因为取育相声这门艺术 它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草根 就应该与我们普通老百姓 相融合 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要必须相对保留 一部分体制内的这种机制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如何与市场挂钩 能够贴近老百姓 说到这里 我认为现在取协 在努力的沟通和协作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个体社团的一些相声演员 已经进入到了很多青年相声演员 比如说金飞陈希 还有谁来着 那个贾旭明 这都是我们非常喜爱的这个相声演员 他们现在的身份 一半是什么 一半就是在个体社团继续演出 然后但是他的工作关系呢 已经掉入进了我们一些体制内 那么在这里 我们应该看到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 虽然有关部门 没有给我们一个 对于我们的关切 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但是他们在做事 这就是我们有关部门 怎么讲呢 很迟钝的一个反馈 面对一个愚情 他们出面对我们回应的 总是感觉姗姗来迟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赶紧 这个这个这个 应该赶紧就是这个 有一定的往大踏步的改革 这累得我们老百姓呢 有的时候明明是一件好事 明明有关部门在运作这个事 可是呢 我们老百姓一无所知 也就意味着有关部门 对我们是什么 三间七口 但是呢 我们还不理解 你不说话 我们怎么能理解 所以说这就是 我对这个体制内的 有关部门的领导 最大的一个怨言 我不是什么刚黑 更不是什么所谓主流相声 对那帮人的什么发声器 不存在 有问题 我们就谈论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说 我只输出我的观点 并没有偏这个向那个 拉这个打那个 我不知道朋友们赞不赞同 我的这个建议